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看今天的财经焦点 世俗赛倒数计时 球迷抢购最后18万张能跳 跳价上看27万元台币 不禁光是看GDP的成长 富裕国家新标准 怎么看稍后深入点评 今日我最正看准双星或小家庭 高达300亿元的商机超商超市 主打懒人料一包 世界各国都在拼经济拼GDP 那么人民拼的当然就是财富数字 不过这些数字是不是真的能够 实际的反映出富裕的生活呢 联合国的顾问杜莱雅巴 他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他提出新的国家富裕指数 像都市里的鸟鸣啦 人民的睡眠品质 甚至是民众有笑容和慈善行为 都可以作为财富指标 在今天稍后的财经旺交点单元 我们特地要来了解的就是 新国家富裕指数 究竟怎么看 我们首先带您关心全球股市的走势 美国联储和皮书报告 12个联储区域经济都出现增长 加上4月份美国贸易赤字 大幅增长6.9% 创两年来最高水准 美股周三全面走高 欧洲央行6月份决策会议 德国英国股市下挫 受到欧盟ECB利率会议 即将要摊牌的影响 雅股今天普遍退场观望 日经指数在今天开高走低 但是日本央行官员佐藤建玉说 日本出口将逐步的复苏 夏季之后经济重启温和复苏的趋势 因此日本股市尾盘又翻红 小幅上涨 那么韩国股市方面 则是在结束了地方选举之后 以下挫作收 香港股市则是小幅收跌0.18%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新股海峡指数下跌 而马来西亚和印度股市都上涨 好 再来看的是大陆股市了 受到银行股领跌的影响 护身两市早盘低开 不过在五盘之后 保险类股拉抬 两市相继走升 中场上涨指数收涨0.79% 深圳A股则是大涨了1.33% 台湾股市今天开盘之后 辖幅度震荡 全职股在一旁休息了 互联网与穿戴概念股领涨 中场是在金融电子尾盘 及拉筑阵之下上涨20.76点 收在9140.72点 改写2011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 世界杯足球赛倒数计时 那么各国许多的球迷 涌向巴西观赛 国际足球总会列出了 一长串场内禁止 携带物品的清单 从烟火 大型旗帜 再到饮料 甚至到加油 喇叭 乌乌兹拉 通通都被禁止 而球迷也抢购最后的18万张门票 不过这个价格高的离谱 开幕典礼的票价上看6万元台币 甚至在闭幕呢 更要价27万元台币 大排长龙的球迷 不管排多少个小时也愿意 还有一周开打的世界杯足球赛 主板单位4号开放最后18万张的球票贩售 吸引来自全球的热血球迷彻夜排队 只为了抢到一票 球迷虽然很热情 愿意爆肝来换取一票难求的入场券 但是一看到票价 还是让许多的球迷傻眼 闭幕典礼的票价上看27万台币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但是高额的票价 还是交不息球迷的热情 德国野生动物园的大象奈利 也在4号来了一场大预测 预测的结果让德国人很满意 球赛预计12号正式开打 国际足球总会为了安全 列出了一长串场内禁止 携带物品的清单 从烟火旗帜到加油喇叭 五无拉滋 甚至连外面的饮料也不准带 巴西主办单位动用全国军警 全力戒备 以免球赛现场出现任何差错 记者冯英超报道 大陆积极探寻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但是恐怕难以被纳入第一轮谈判 陆媒报道 TPP两个重要的国家加纽的贸易部长都表示 目前不宜纳入大陆 陆媒进一步评论 如果大陆没有办法加入第一轮谈判的话 一旦TPP真的达成高标准 再想加入其难度将堪比二次加入WTO 提醒大陆必须思考全新的贸易战略 收费于消费回温带动休旅车跟货卡车需求 美国五月份汽车销售写下了九年来新高 最新数据五月美国汽车销量突破了160万辆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1% 而前七大车厂的业绩超乎分析师预估 通用跟Chrysler都表示 五月销售量是七年来同期最高 而日产也刷新五月销售记录 现代则表示 这是有史以来最佳的单月成绩 在美国哪里打工薪水会最高呢 答案是在西雅图 西雅图市议会通过的最新条例 最低时薪调高到15美元 相当于台币445元 结果成为全美之冠 几乎是美国联邦政府最低时薪7.25美元的两倍 换言之 在西雅图的打工族 只要每天工作8小时 每个月工作20天 最低月薪就有台币7万1000元 西雅图市议会正式通过最低时薪的新条例 现在当地的打工族 时薪月居全美之冠 一小时可以赚进美金15元 相当于台币445块 换言之 在西雅图当打工族 只要每天工作8小时 每个月工作至少20天 最低月薪就有台币7万1000块 几乎是美国联邦政府最低薪资的两倍 更是台湾人的3.8倍 可以说是基层劳工的大胜利 西雅图的物价本来就不便宜 约是台湾的2到3倍 消费税更高达10% 对于当地打工族来说 调涨的时薪可能只是刚好够用 但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已经叫苦连天 业者抱怨如果实心增加 商品的价格也会跟着上涨 吃亏的最终仍是消费者 而且西雅图打工族的小确幸 还有另一个变数 就是当地的连锁店业者 已经扬言提告 阻止这项条例生效 记者林嘉玄报导 广东省日前一读通过了 企业集体合同条例 包括工资调整分配和结构奖金分配 劳工上班时间等等 只要三分之一劳工向资方提申请 那么资方必须在30天以内答复 如果不满意或者没答复 那么就要直接的进入 劳资双方集体协议 东莞台协会长翟索林表示 新的条文有违背市场竞争的原则 对于企业的冲击太大 台商希望可以修改或者暂时搁置 海机会发言人马绍章表示 将把台商意见向海协会反应转达 将尽力地维护台商们权益 大陆居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地迈入中高所得 未来对于能源需求恐急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估 未来20年投资在能源的规模 必须要有5.7兆美元在全球排名高居第一 根据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 2013年大陆石油消费逼近5亿吨 预计2014年将达到5.18亿吨 那么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8.8% 为了掌握油源 大陆近两年大举并购海外油田 2013年在海外保有的油田产量已经突破了1.1亿吨 在世界各地所展出的纸猫熊之前曾来到台湾 引起不小的轰动 那么在这几天上海街头也出现了一大堆的小猫熊 虽然说一样也很可爱 但是现在被纸猫熊的主办单位检举 疑似有侵权行为 这些小小猫熊或坐或趴 可爱模样在上海街头引来不少人气 你摸摸它好吧 就摸摸它 对不起我有点重是不是 只是这些猫熊装置艺术的出身遭到了质疑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官网上发表声明 为了传递环保理念 在法国荷兰等地举办1600多只纸猫熊的展览 并没有到上海 原来这和我们看到的纸猫熊展不是同一个 而主办方决定对这些擅自举办类似单位的活动 采取法律行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的权利 去做每一件事 不过在我们跟WWF 跟美国艺术家来说 大家想搞清楚 被人看观众 方面就不要误会了 以为我们的展览 现在在上海发生 虽然强调非盈利 活动强调是保护濒临动物 主旨和纸猫熊不一样 但怎么看实在是太像了 这难怪会让人产生山寨的疑虑 记者综合报导 一招被蛇咬十年帕草绳 大陆银行对于去年六月的钱荒谨记在心 在一年以后的六月 银朗揽厨公事如潮水一般的汹涌 包括新业 招商 普发 油厨银行等 在内的多家银行 在一天之内发行的理财产品 甚至多达十几款 尽管5月31号 大陆央行表示 将加大定向降准的力道 引发货币政策 是不是会有点到面 全面宽松的争议 但是从多家商业银行 在市场疯狂揽出的举动来看 对于六月资金面 是不是会宽松 并不心存侥幸 上海成立自贸区之后 大陆各地又重演了 1990年代的开发区热 上报20个自贸区计划 但是内容多半缺乏制度创新 全部都是围绕着圈地 和投资优惠打赚 北京紧急下令的 暂停审批自贸区 那么更把不少的计划 打回地方重审 北京暂缓新批自贸区 除了申请案过多 大陆商务部国贸经济研究院长 霍建国说 第一个自贸区在上海成立不久 都还没有完整的失败 或者是成功的结论 设立新试点的条件还不成熟 端午节才刚过 可是在台湾 很多的物价都纷纷的上涨 台湾的主计处公布了 五月物价指数 比去年同期上涨1.61% 其中食物类涨得最凶 达4.18% 尤其是肉价涨了13.95% 如果说婆婆妈妈们 在去年五月份 花1,172块钱买肉 那么如果是到了 今年五月的话 就得多花163元 外食的费用 甚至也创下63个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外食族的荷包 还真的要缩水了 的确外食族很多 上班族平均一天 至少有一到两餐 是要在外面解决的 不过这些食物 高油高糖高盐 被营养师点名为恐怖外食 包括最近非常红的 韩式炸鸡 又是炸又是零酱 油脂糖量都太高 那么另外呢 像夏天热卖的双麒麟 豆浆和关东煮 通通都上榜 金黄色炸鸡起锅 淋上红红酱汁 到铁板上炒一炒 拌一拌 韩式炸鸡油油亮亮 我觉得它比较没那么油腻 可能因为酱汁 它外面都是酱包 跟一般炸鸡不太一样 女孩们都爱闲闲天天滋味 韩式炸鸡被偶像剧炒热后 连锁业者接连开卖 只是又是油炸又淋酱 被营养师点名恐怖外食 韩式炸鸡一定得拌酱汁 油脂含量五颗心 不仅多油 酱汁甜度也高 热量超越台式咸酥鸡 热量上面的话 因为它含有这个钠 然后还有额外的糖 会多出大概两成左右 超人气食物 潜藏热量和油脂 尤其夏天人手一只的双麒麟 吃一只就等于喝下 两尺油六颗方糖 恐怖指数不容小觑 早餐店卖的豆浆 如果加糖调味 一小杯350cc 里头就有七颗方糖量 还有看起来清爽的关东煮 但大多是合成食品 最主要就是油脂的过量 还有糖的过量 跟盐的过量 这三个的组合 就很容易造成 恐怖外食的组合 外食族容易摄取 高油 高盐 高糖食物 除了有心血管疾病风险 也会阻碍肝脏代谢 吃多了小心肝 记者张哲如少日敏 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北买房子很难 但是现在在南部的嘉义市 买房子也不容易了 在嘉义市火车站附近的 单行道里面 一栋全新的透天错 可以开价到4000万 最后是以3500万元的 价格成交 很多人就觉得 在嘉义买一栋房子 要砸下千万重金 还真贵 但是房仲业者说 其实这两年来 因为北部投资客 南下买房子 再加上退休制产的 买房客变多 火车站周边房价 已经涨了两成了 嘉义市近景的房价 涨幅惊人 想这一栋 位在六米巷弄内的 四层楼透天错 要价3500万 别小看在光彩街 一间12坪大的小房子 也要250万 巷子一条比一条 还要小 房价却没跟着降 嘉义火车站附近的 单行道光彩街 12.4坪 以250万元成交 换算一坪就要20万元 你有这个行情吗 巷子里 应该是没有 中国人 大家这样说 说好事 起来带动 在家业房价 今天我们就不知道 房价贵道连当地居民 都超有感 房仲业者说 嘉义市近几年 房价逐年上涨 涨幅约5%到10 外申市的投资客变多了 加上外地工作者 退休购屋 新建案也增加 只要地平大 建平大 也都透天错 可以卖到三四千万 大概涨幅是在5%到10% 那因为这几年 嘉义有在慢慢的发展 那回乡的年轻人也很多 不一定是嘉义这些人 在地的人来购买 有些都是从北部 还是中部 甚至高雄地区 来嘉义这边 即使是封面大雨 巷洞内照样遇水不淹 嘉义市的光彩街 西门街中正路 虽然都是单行道的小巷子 但交通便利临近火车站 成交价也不便宜 以103年的实价登陆来看 嘉义市火车站的透天错 成交价格一瓶在34到38.9万之间 已经比高雄市的后火车站 一瓶大约30万元还要高 而在台北火车站周边 公益一瓶五六十万元起跳 透天错至少一瓶两百万元 嘉义火车站的房价跟消费 都低了许多 难怪成为投资客的首选 如果他生活机能非常好 就在中山路旁边 然后比如说你要去生活机能 还是说说去运动都有 高房价时代来临 现代人想购物置产可不简单 记得记者 黄佩如 S群小组 嘉义报导 广告之后回来 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我们要来聊一聊GDP 不再是国家富裕唯一指标 联欧国顾问杜莱雅巴 他提出新国家富裕指数 究竟要怎么看呢 在待会我们请到的是 金周刊主编李建新先生 来到现场做深入点评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财经旺交点 究竟怎么样才能够算是 一个富有的国家 你怎么样去评量它呢 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国际上普遍是以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标准 但是联合国有一位顾问 杜莱雅巴 他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GDP并非唯一数值 他提出新的国家富裕指数 包括都市里的鸟鸣 人民的睡眠品质 甚至是民众有笑容和慈善的行为 都该被列入为衡量的指标 这些社会环境的指标 虽然看起来很微小 但是却有富含意义 当一个人穷到只剩下钱时 能算是富有吗 一个国家如果光是GDP 数次好看 人民精神痛苦 还敢说自己富裕吗 专家指出 全球最有钱的国家卡达 国民痛苦指数却在狂飙 卡达人平均月薪 25万台币称霸全球 但是当地有四成夫妻离婚 全国有三分之二过于肥胖 身心都不快乐 也让联合国顾问杜莱雅巴 提出新论点 一国的富裕不能只看GDP 这点连全球首富比尔盖茨 也大表赞同 联合国顾问杜莱雅巴认为 要观察一国的富裕程度 不只要看物质生活 路上有许多女学生 孩童敢独自买棒棒糖 甚至是路上听得到鸟叫声 都可能象征这个国家够安全 生活环境够健康 随着各国经济发展 互有消长 越来越多专家认为 GDP固然是衡量一国富裕的 首要指标 但社会和环境福祉 也同样重要 记者综合报道 好 那么我们知道 当前全球各国的政府 机构他们普遍是将 国内生产总值 当作是一个衡量 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 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但是你说 这国内生产总值 它的上升 是不是意味着 国民财富的增加 国民满意度 跟幸福感的上升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衡量 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么到底是不是 还有一些新的指标可看 在今天我们来请 金周刊的主编李建新 建新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好好地讨论一番 建新欢迎你再次来 是 玉琴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建新今天有点感冒了 身体不是很舒服 是我今天没有很幸福 刚刚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没错没错 的确我们知道 其实讲这个GDP GDP这个 它衡量国家 是大家都普遍认定的 一个标准 那事实上其实 大家既然都公认 它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我想绝对是有 它的参考性 那你说这个GDP怎么算呢 这建新应该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民间消费 再加上民间的投资 这个政府的支出也加上去 这个出口也加上去 但是扣掉进口 那把这个总值把它算出来 说这个就是GDP 那既然大家都在使用的话 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那为什么还需要去讨论 什么新的指标呢 是其实我们一般 我们讲到富裕 这两个字 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 有没有钱 所以GDP当然是一个最指标 而且最没有争议的一个 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 可是说实在 其实现在的人类 大概对于钱 这个大概已经算是 步于匮乏了 不太会 不太会 除非你说像非洲 那种饥荒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以外 大概在经济上的一个富裕 大概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类 在探讨富裕这两个字 其实应该是 大家会想要把整个层面 扩张到其他层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一则刚刚我们看到的 SOD这个新闻 它所探讨出了 经济上的一个富裕 其实我觉得它也包括了 另外一个生态上的富裕 社会上的富裕 还有个体上的一个富裕 而这四大的富裕里面 我觉得我从第一个开始讲 所谓经济上的富裕 当然我觉得我们人 有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所以说当然我们在经济上 一定要让我们免于匮乏 然后让我们就是说 再衣食无语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生态上的一个富裕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 人类的文明越来越发展 之后我们跟生态的一个共生共存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包括刚刚其实疫情 又提到了像空气的污染 那还有包括像我们能不能听到 蟲鸣鸟叫 我觉得这也是去衡量一个国家 到底富不富裕 否则的话 就是说我们整个生活环境 其实我们很富裕 但是生活环境很糟糕的话 那你也不能称之为富裕 那第三个富裕 就是社会上的富裕 刚刚其实VCR也有提到说 女生敢不敢抬头挺胸的这样子 这样子走在大街上 还有我们敢不敢大胆的坐捷运 最近坐捷运是我们一个比较心理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 所以说社会上稳不稳定 包括治安 还有包括社会的和谐度 包括政党的一个和谐 这都是另外一个评量的指标 那第三 最后一个个体上的富裕 就是说是指我们自己的健康 就像我现在可能是在个体上 比较不富裕一点 因为我今天今天有点小感冒 所以说其实你对于 就是说在健康上面 还有包括你对于未来 不管你的生活 或者说你的工作也好 或者说你未来的一个生活环境 是不是有一个免于恐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四大自由 这四大富裕 这样子评估起来 才能够称之为一个 在未来的一个国度里面 是不是真的富裕 是不是真的幸福 好我们所以刚刚其实听到 这个健兴的分析跟说明 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到 就现在其实呢 当大家都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文明的阶段了 那么逐步的也因此会去开始思考 在物质以外的标准 还有所谓的非物质的标准 所以像刚才我们才会谈到 物质之外 你要看的是品质这一块了 可是健兴我们刚刚 虽然说了那么多 其实当然这个用意非常的好 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你这个物质的标准 你是可以去量化的 它是容易于统计的 但是这个非物质的标准 我们讲虫鸣鸟叫 或者是睡眠品质 或者是很多其他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这个其实蛮难量化的 那你也许知道说 这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数据 但问题是你要怎么计算出来呢 是其实我们所谓的生活有两种 就是GDP统计的是所谓的物质生活 可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三种 社会的富裕 然后还有那个个体的富裕 然后以及环境的富裕 这个东西是属于品质生活 但是品质生活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直化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个人观感上的一个指标 我觉得这是还蛮难统计的 那在社会科学上 其实最难突破 它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 或者是说它没有办法 像我们的那个经济学一样 它可以去做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量化上的一个统计 所以这个东西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争议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调查 我觉得还蛮吊诡蛮有趣的 我们知道说这几年 台湾其实在经济的发展上面 还有包括在社会的氛围上面 是比较低迷的 我们总认为就是说 我们在经济的发展 可能可能比较稍微落后一下韩国 然后在整个经济成长率 也好像不如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其实这几年非常大的一个突飞猛进 可是很吊诡的 我们我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天下杂志 它所做出来一个幸福调查 就是问起我们的国民 问起台湾人民 就是说你认为我们比较幸福呢 还是韩国比较幸福呢 那中国大陆那差别更大 我们居然有七成二的人认为 我们是比中国大陆的人民 还要更幸福的 然后认为不幸福的 或者是说不太知道的 就只有百分之五点六 这样的一个数据 当然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 那最近就是台湾都有一个 一个词语 是非常流行叫小确幸 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我口袋里面忽然发现了 有多了五块钱 我就是小确幸 然后我今天能够跟 跟郁琴一起一起聊天 可以跟见美女一演 这也是我的小确幸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代表着 台湾人民是不是比较 比较安逸了 然后比较不求进步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人也好 或中国大陆的上班族也好 其实都比较具有 狼性的一个性格 他们对于现况不满意 对于现况比较会 愿意去求新求变 所以导致于就是说 他们在整个 不管是在职场上 或者说是在事业上 或者是说在各方面的 一个社会发展上 都是可能他们那个冲劲 都比台湾还要来得 来得更前进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探讨 就是说到底是物质生活也好 或品质生活也好 这两者的一个满意度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 我觉得我发现另外一个 台湾比较可爱 可是也可以可能是 比较值得大家来警惕的 一个指标 到底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幸福 我觉得可能大家要重新去思考一下 那个幸福的定义在哪里 对这个所谓的小确幸 最近两年突然非常的流行 那么很多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知道什么叫小确幸 小确幸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小而确定的幸福 那么这是这个日本知名的作家 村上春树 那么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所提到的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小确幸你在这个薪资 怎么好像大家万物非涨薪资 不涨这种时代 就像台湾的现在 那么当然这个变成是 大家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寄托 但是就有人讲说 其实你看这样子的话 台湾年轻人反而就什么 不敢做梦了 台湾人只追求所谓的小确幸了 大陆的年轻人不是啊 他们可能相对比较好胜 他们比较积极 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他们要做的是大理想 这个跟小确幸 这个差的非常的大 那对于台湾的人来讲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来说 这反而是一个危机 是 见性会这样看吗 是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就像我最近 我们金周刊做了一个议题 叫做海外工作嘛 对 那海外工作就是指说 在台湾很多年轻人 都找不到好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到国外去求发展 那我就有问到 就是说这些小朋友们 为什么会想要 原度重养 想要到国外去求发展 我觉得最主要是 因为他们想要 扩张国际视野 我觉得其实台湾会存在于 一个小确幸的一个 一个氛围里面 也是跟我们的一个 经济体的一个发展 很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国际化 真的是不够 所以我们都会认为 这样好像已经不错了 我们认为 我们看到台北市的繁华 我们认为 这已经是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繁华 我们认为西门町就了不起 我们以为东区就已经很热闹 可是如果你从未走到世界各国去 或者说你从未走出外面的话 你就永远不知道 就是说在外面的世界到底竞争 成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刚刚玉琴所讲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青年 他们总是有这么多的一个雄心壮志 因为其实包括世界各国一流的企业 还有包括世界各国一流的人才 都流入到这里 所以在他们见多识广当中 他们其实的标准 的确是跟台湾的年轻人的标准 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波 我们在前一阵子 我们不断地在讨论说 我们的人才都外流了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这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可悲 那么可怕 而是说我们藉由这个人才外 到外面去找走看 去去看看这个世界 反而跟世界各国交流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应该 满足于现在的 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 目前的这个小确幸 那我们打开视野之后 我觉得其实对台湾的经济发展 也好或对我们国民的一个 竞争力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 所以就算是台湾的年轻人 不走出去 台湾的这个视野不够宽广 那么有没有可能 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些 其他的这个方式 其他的一些管道 我们能够取得更多的一些资讯 来告诉自己说 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心胸 再进一步的打开呢 我们的视野应该要再更加的宽广呢 那么尤其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所谓的22K 有人就说你只领22K 那是要怪你自己 真的是这样子吗 锁定我们稍后 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 在刚才我们聊到了小确幸 小确幸啊 就是说代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微小却确实的幸福 那么连在台湾行政院长江一画 他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都说 政府应该创造民众更多的小确幸 而在台湾的网路红人蔡阿嘎 还用了这句话作为题材 推出他最新的苦手短片 是在讽刺政府当局薪水没有涨 却让物价飙涨 要政客们给大确幸 蔡阿嘎的小确幸你赞同吗 现在这句流行词 连行政院长江一画都学会了 我完全赞同 就是说从我们一般民众的小幸福 之所在来思考这整个制度的问题 先生 给你面子里去 没关系那些小确幸 我没关系 你不懂吗 小确幸 讲那些小确幸 蔡阿嘎最新苦手影片 就是在讽刺政府物价压不低 薪水提不高 说好的小确幸不够用也看不到 现在感受不到小确幸 我们要大家都拿得到 大家都公平都有的 现在新鲜人譬如说就只有 24k 23k 政府应该可以做一些补助 或帮助来帮助我们 达到小确幸的 你要好给你给小确幸的 我如果是大确幸的 说你那些小确幸的 将会口中政府要给的小确幸 或许真的太小 民众实在无感 也难怪蔡阿嘎要开口 可以换大确幸吗 继续跟金周刊的主编李建新 建新再聊一聊 这个所谓台湾人 现在目前年轻人 大家虽然都知道所谓的小确幸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抓到那个幸福呢 需要靠的拉高薪资吗 那薪资如果太低的话 如果只领22k 或甚至是不到的话 那到底错是在谁 我想这个最近其实 在台湾非常知名的 天下文化创办人高锡君先生 他说了 他说台湾现在国民的所得 年所得是达到两万一千美元 人民教育程度高 但是让人忧心的 就是凡事要靠政府 他觉得说 其实你不能什么事情 都要去怪政府 你应该要去想想 那你自己呢 年轻人进入职场 才领22k 那到底是应该要怪谁呢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上一趴 所提到小确幸跟斗志 就我们人民 还有年轻人的斗志 好像是一个一体两面的 一个事情 你太安逸于小确幸的话 好像斗志就不够 那刚刚刚其实 其实高创办人所讲的那一个 我觉得我有50%赞成 也50%不赞成 首先赞成的一个部分 是在于就是说 的确现在的年轻人 有时候也太过于爱埋怨了 那我所以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才会有一直像 草莓主不堪一击 然后还有警察 警察居然还要 还要爸妈来帮他 帮他做公文的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 这的确都是 反映了我们现在 年轻人比较 比较耐受 那个耐压程度 比较低的一个 一个隐忧 但是另外一点 我觉得政府的确 也是需要检讨的 那我觉得我现在分享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发现这个数据 我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劳动生产力指数 跟劳动成本指数 听起来好像很难 所谓劳动的生产力指数 是指说我们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时 就是我们所有的劳工的 每一个公时 所能够创造出外的产值 是多少 假设我们以2006年 为100来看的话 结果你知道吗 到了2010年的时候 那个指数是攀升到124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时 所创造出来的产值 是成长24%的 但是相对来讲 如果我们以薪资 就平均的那个时薪来看的话 我们却从2006年的100 降到了80% 所以其实是我们 我们等于每一个小时 所赚到的钱 是反而是下降的 所以这也难怪就是说 我们现在时下的年轻人 会觉得对于22K 为什么会这么的埋怨 因为现在的物价 就是这么的高 然后有太多太多 我们没有办法 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 其实现在的生活 的确真的是比较苦 除了物价上涨以外 然后工作的机会 可能也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要到海外去工作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其实是 是政府真的要检讨的 那政府要检讨的 不是说 政府或许会觉得很无奈 就是说 那我是怎样 我是要逼着 逼着那个企业 给比较多的钱吗 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就是说我觉得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对于产业政策 我们的拟定的方向 一定要抓对方向 就我们的纵观韩国也好 新加坡也好 香港也好 这几年发展的 比较快的一个国家 可能他们就在产业的一个 未来的方向上 他们抓对了 他们投资对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在于 在于人才政策的上面 我觉得我国真的是比较 比较 应该说比较保守 其实上次我来上一句 太过于严苛 对于外资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让他们无法理解的 一些限制 是的 我记得上次来上 疫情的节目 我们就讨论到 就是说 我们好像也有心 要引进一些 一些国外的一些 一些人才来我们 来我们国家 可是事实上 我们却限制非常的多 我们的移民政策 却有非常多 绑手绑脚的一个事情 这都是导致于 台湾为什么 一直止足不前的 一个状况下 那你在整个产业的 一个环境 没有办法 长足的进步的 的状况 那当然 企业也没有办法 赚更多的钱 对 而且你就算从海外 不要讲别的 海外你要汇个钱 汇一大笔钱进来的时候 还要查个半天 还要问 一直问 说这个钱 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 为什么要汇这么多的钱来 那如果说 今天我是要投资的话 你可能还拿出 很多的文件给他看 所以这其实是 让很多的人就觉得说 台湾其实应该需要更加的开放 但是我们的做法 就是说我们不要谈那个大政策 就是说很多一些实际的那些做法 其实太多paperwork 是 其实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蛮吊诡的一个 一个区域 我们知道台湾最令人呈现的就是我们是亚洲最民主的一个国家 但或许因为我们太过于民主 我并不是说民主不好 但是我们的一些反唐生 让我们被检讨的事情就会特别多 那导致于公务人员也好 政府在制定政策也好 变得小心翼翼 变得很怕动者得救 而且是招令戏感 招令戏感 所以他也很怕 所以像刚刚 刚刚疫情所讲的 那外国的政策 还有包括像金融的审核 然后那些我们就变得非常的严格 我们非常严格 并不是我们把关非常严格 而是我们大家都怕出事 我们怕被检讨 怕说被媒体或被民众抨击的时候 怎么办 可是事实上做事不能这样 你应该是要有非常良好的一个配套 配套制度 你能够去说服 说服民众的话 自然而然这些纷争就会没有 那国家就会是一个长组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对于就是说 像刚刚高创办人所讲 该怪政府还是该怪我们自己人民 我觉得都该怪 但是都要检讨 都要检讨 真的 我们就不要随便去怪了 这个社会其实需要更多的一些平和 但是问题是 其实大家都应该去深切反省跟检讨 政府有没有做政府该做的事 而个人是不是也尽了自己应该要做的努力 我们刚刚在谈小确幸 我们来看看澳洲 澳洲事实上 他们有所谓的大确幸 根据OECD他们发布的2014年美好生活指数调查 有幸运之国之称的澳洲 在各项的评比名列前茅 打败瑞士也打败挪威 连续四年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我们当然就要来去看一看 澳洲他们为什么可以成为最幸福的国家呢 其实OECD的这一个调查 他大概就是遵循了我刚刚所说的那四大指标 就包括像经济上的 社会上的 然后环境上的 还有包括个体上的 我大概稍微念一下 他大概评比的一个几个条件 包括经济上就是包括说 他的居住条件好不好 所得财富好不好 然后包括工作上 那另外就是说 社会上的话就是说 你社会的联系好不好 包括像教育 技能 环境品质 还有公民参与政治的一个 一个治理好不好 还有国民的一个健康状况 还有国民自己主观的认为幸福感 然后还有人身安全 还有工作与生活的一个 一个平衡 那我就会发现就是说 澳洲澳洲的确可能是澳洲的人民 真的也比较比较乐天 可是他在各方面的一个 一个评比上面 他们人民都给了非常高的一个 一个分数 他们唯一 唯一低于可能可能比较 比较就是说不是第一名的 就是在于说 他们认为他们工作 跟休闲的 休闲的一个平衡 还不够很平衡 他们希望休闲跟工作 就休闲能够再多一点 唯一只有这一点稍微比较不是第一名 其他几乎都是第一名 那我觉得他们这个优异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可以来表征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前几年欧美几个先进国家 都受到金融风暴很大的一个冲击 可是唯有澳洲 他对金融风暴的一个 一个受影响的程度并不大 就是说以今年 以最近的一个失业率来看的话 他只有四点多 他是远低于就是欧美这些 这些先进国家 大概有十二点一 是这么高的 对那另外就是说 他跟世界各国的那个贸易 还有整个经济的发展 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他的外汇的一个成长 他还是创下近三十年来的一个新高 然后另外呢 以国民的一个健康来讲的话 他的平均寿命是八十二岁 那的确真的是非常的高 他是高过于就是说 这次OECD所调查 大概是调查三十六个国家 他平均大概是八十岁 他是八十二岁 所以他就给人家感觉就特别好 然后而且他国民对于 就是说他们自己 国家生活的那个满意度 我觉得真的很高 我觉得或许我们在台湾 已经很少看到满意度 这么高的一个数据 他们对于自己 自己在澳洲生活的满意度 是居然高达百分之八十四 所以说在这个种种的 一个条件下 就让人家认为就是说 他这样的一个调查下 就让人家觉得说 澳洲的确是一个 还蛮幸福的一个国度 难怪我们台湾的一个青年学生 那么喜欢去那边打工 因为赚的钱也多 好像感觉上他整个社会福利 还有包括他的满意度 甚至都还超过于 我们一般都认为说 北欧是一个社会福利 非常好的国家 可是好像澳洲人更满足 我觉得这一点是的确 比较令人觉得感到好奇的 是 也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与借近 今天非常谢谢建新 来到节目现场所做的深入点评 广告之后的今日我最传 我们带您看看 看准了双星的家庭的 这个三百亿相机 超商超市主打懒人料理包 到底有多传呢 锁定稍后的今日我最传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今日我最传 在台湾不论是超商还是超市 都有规划出生鲜专区 甚至还有懒人料理包 那么以前过去经常会看到的 微波食品好像已经不怎么样了 现在还要开始主打的是新鲜食材 再加上自己回家下油锅加热 上桌不但是兼顾了健康与营养 还可以满足职业妇女 受限于上班时间 没有办法上菜市场买菜的困扰 冲爆猪肉丝在热锅里滋滋作响 超市推出家庭日活动 规划十多道懒人料理包 要来强打小家庭市场 料菜就快要完成了 看准现在双新家庭 没时间上市场享菜单 推出了配菜料理包 不仅食材通通帮你处理好 烟腥香料 桃味酱也一应俱全 职业妇女只要回家热油锅 几分钟内就能上菜 便利店当然是提供 方便性的一种商店 但是超市呢 它是提供一般家庭所需要的 所以我相信呢 在这一方面 尤其是生鲜方面呢 这是蛮重要的 同样强化生鲜商品种类的 还有便利超商龙头 达着24小时开张优势 规划上千家生鲜门市 贩卖蔬菜种类高达20多种 甚至连传统市场 才看得到的猪血 也能在超商轻松入手 推出至今业绩暴增百分之六十七 尤其受到职业妇女喜爱 我有买过啦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然后菜也还蛮新鲜的 24小时嘛 它可以在这边 就有点类似像一个小超商 抢工社区小家庭 300亿商机 面对超商来势修胸 超市也立拼转型 主攻五分钟料理 成功在都会区 冲出惊人销售数字 这程序里面宣台北 向我们报道 夏天一到 冰品站正式的开打 不过现在市面上 所贩卖的双麒麟 动不动就是两三百大卡 很多人就怕胖不敢吃 而又以控制热量为主题的餐厅 推出低卡冰沙 用浓缩咖啡作为基底 搭配低汁牛奶 那么消费者呢 还可以吃到整颗咖啡豆 咬尽十足 研磨 甜牙 萃取 专业的目光盯着美丽咖啡豆 原味Expresso出炉 立马冰镇 保留香醇 浓缩咖啡当基底 配上清凉冰块 完美比例在果汁机里 轰隆隆 扑出夏天里最透新凉的滋味 搭上一抹低脂牛奶做的裙摆 点缀咖啡豆 锁住Cappuccino香气 它是有用咖啡豆去打 所以吃起来可以吃到一些 咖啡豆的那种颗粒感 而且它上面用的是 低脂的鲜奶油 所以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 它热量很低 但是又很凉爽 很适合现在的天气 里面还有那个 他们这个好像是那个 咖啡豆 就是去磨碎的 可以吃得到咖啡的颗粒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掏客看见冰沙 就想大口大口降火气 不过想尝鲜还得碰运气 主厨低卡套餐 随机搭配低热量冰品 想吃看心情 冰品爱好者又怕胖 这款意识手工冰淇淋 从网络世界红到各大餐厅 靠的就是一球45卡的招牌 比起坊间动辄数百大卡的双淇淋 低热量正夯 卡路里好像才45卡吧 跟一般那种超市的那种双淇淋 都差很多 而且吃起来还蛮轻松 感觉比较没有负担 夏日甜点站开打 冰品稳坐前线旧原位 但随着健康意识抬头 今年夏天挑嘴的消费者 恐怕对热量越来越敏感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在明天同一时间 请观众朋友继续的锁定 华夏财富直通车节目 我是周玉晴 明天见 中文字 attent 再门 再门 插